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7月11号星期日 中印都持续在向边境增兵 我觉得中印可能迟早要有一战 其实去年的时候 我就说去年年底的时候 中印很有可能要干起来 但结果反正几个原因 我觉得中印最后没干起来 一个就是印度本身国内疫情实在是闹到了 就是说已经就没法打了 国内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当时大家也看到了 他们在河边烧尸体烧的都是乌烟瘴气的 然后说河里都有得了病死的人的尸体后来都飘出来了 对吧 你想这国家到了那个地步的话 他实在没有办法对外去打这项战 而且还有就是说到了年底的时候 川普输了之后 当时输的又不是很干脆很利落 输完了之后跟拜登之间就开始矫情 一直到了今年的1月份到1月6号 这才算是正式定下来到底怎么样 对不对 那个时间由于美国也是在摇摆 所以印度又没有美国的这种强力的支持 然后再加上自己国内疫情 所以去年我觉得就是说 导致它实在是没法打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如果没有疫情 如果美国这边川普在连任的比较成功的话 我觉得搞不好 去年年底双方就要摸一摸了 当然了我知道很多人对我这个观点 比如说不太认可 认为中印边境打不起来 说你活着八道 危言耸听 我个人来讲 其实我不太这么认为 不过当然了 这个东西我也从来不跟任何人打赌 对不对 我只赌 就是说只要开干的话 中国打印度没有问题 但是什么时打怎么打 这个我不跟任何打赌 但是我个人来讲 我倾向认为中印必有一战 62年的时候 应该是62年的时候 60年时候反正中印打了一战 当时老毛还在 老毛就说 这一战要打出威风来 要打的印度人 30年之内不敢跟中国开战 就是一战要管30年的和平 结果也不错 被老毛就说中了 这一战打完之后 不是30年 到了明年的 因为62年的话 到明年22年的话 实际上就60年了 双方60年 就是说可以说没有打 去年只能算打架 去年都不能算打仗 对不对 冷兵器 所以60年没有打仗了 从62年这一战之后 不是说像老毛当年预言 说管30年 是管了60年 60年没打之后 现在双方都是越越欲失 谁也不服谁 所以我个人的话 我的观点 我觉得中印必有一战 反正不是今年 明年或者后年 反正咱看看 我觉得双方你打一下 这一战也不会 就是说打成个你死我活 不会的 我觉得边境上 还是跟62年那样 双方要接受一下 分个胜负 知道谁是老大 谁是老二 双方都拥有核武器 我不认为双方会打到了 要使用核武器的地步 尤其双方的国土面积 其实都比较大 人口也都比较多 我认为也不会打上一场 全面性的拉锯战 因为中国也没想到 去占印度的地方 印度估计也不想 就是说打进来 双方也就在中印边境的那点地 互相搞一搞 也就这意思了 但是肯定要把边境的部队进行一个 不说全歼 最起码 我记得62年的时候 打掉了印度几个狮 我记得 好像是打了两个狮 还是怎么着 全歼了 肯定 我觉得打成62年的规模 问题不大 搞不好 比62年的规模 还要再大一点 这个有可能 但是打成一场全面战争 我觉得不太可能 打完之后 双方也就踏实了 也就辞实了 我估计再打一仗 怎么着又能 最少了也能再管30年 也许更久 也许30年 也许像62年再管60年 但是你不打这一仗 估计是不行了 双方都难受 难受 不打这仗都冷静不下来 所以我觉得 在未来这几年内 中印恐怕是必有一战 然后这一战打完了之后 双方也就分出来了 印度也就天天不在 我估计也就不再叫嚣了 要什么超过中国 资格纳格的了 也就知道自己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我觉得这应该没有问题 而且这一战打完之后 对于中国来讲 其实不是一个好事 这战我觉得必然是打赢 但是打赢了之后 会极大的刺激 这种民族的 这种民粹的 这种热度 然后后面会引发各种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有的时候 有一些小的失利 其实不见得是坏事 有一些小的胜利 容易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所以中国跟中印之间 必有一战 必然是与中国的获胜 告终 但是后面 由于这一战的胜利 会使中共 会使整个民族 人民都会冲昏了头脑 后面可能会吃大推 但是不是在印度这儿 是在其他的地方 但是这个再说 反正我个人的什么观点 我知道有人不同意 有人说中印打不起来 别胡说八道 好 咱们最后看 好不好 但我认为 恐怕双方不互相摸一摸 不互相不摔个跤 不打一架 恐怕是不行 咱们看 解放军 新疆军区 有新型远程火箭炮 新型是122毫米的 卡车炮以及08式步兵战车 部署了在中印边境去了 然后印度就来了个 155毫米的自行榴弹炮 叫K9自行火炮 口径就比我们那大了 这122毫米 它这155毫米 口径比较大 所以K9自行火炮重47吨 最大射程的40公里 最大射速 每分钟能打12发 印度将K9自行火炮 部署到了中印边境 比你口径大 我们一看 这不行 你比我口径大不行 然后咱解放军 第81集团军 车队副高原 带着155毫米 自行加榴炮 去那搞的 叫什么高射界射击 什么叫高射界射击 是这样 将火炮的炮管 调整成45度 45度以上 就是45度 我们就能往前打 比这还要高 调的这么高 向上的这种射击方程 天上打 用于什么 打击有高大的遮蔽物 我要绕过去 或者有什么 深沟 峡谷 反斜面的这种目标 说此次演练的 155毫米 自行加榴炮 是解放军 正式装备的 首款 也就是第一款的 155毫米 履带式自行火炮 由PLZ45自行加榴炮 发展而来 说是可以发射 叫什么激光制导 卫星制导 叫什么莫敏弹 等的精确炮弹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以前没有 我们首度 正式装备 第一款 155毫米 就是说 你不有K9吗 你不有155毫米吗 我也有 爷爷给你备齐了 然后赶快装备了之后 迅速的推到了中间边境 双方就开始 印度不是把K9 部署到中间边境 咱们也把 咱这个155毫米 自行加榴炮 也弄来了 而且不但弄来 我还给你表演一下 我这炮 不光能够这么打 我还能绕着打 我还能找角度打 我还精确打击 我特别高科技 先进 就这么个意思 反正双方 现在我们之前也说了 双方在边境上 都在增兵 说是印度什么增了20万兵 中国也在增 反正你说 弄成这样 我就觉得干脆 都已经双方这么激动了 干缠和烈火 干脆 要不你就 就麻烈了就得了 对不对 我想起来 我还跟你说过 去芝加哥 有一年 办点事去 住在一个 就是那种什么家庭旅馆 隔壁就是一男一女 俩人就谈恋爱 然后 这男的就是说 我得干你 这女生不让我干 然后他们俩就在 矫情 你知道吗 反正就是一对 干缠和烈火 俩人就特别想的 来这么一发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就是说 我真的 我当时就是真的 他哪闹闹闹闹闹 也两三点了 我实在是不行了 我恨不得 我想敲敲那墙 我说你俩干了 干完睡觉 得了 我困了 就这别折腾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 现在中印 给我的感觉 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双方的 真的就是说 去年就开始增强兵力 然后各种部署 又把我们的什么 有一个什么无人机公司过去 网上运各种的补给 去年我们还是从什么湖南是哪的 集掉了一个这么装甲师过去 装甲驴 还有一个驴 掉了一个驴过去 这个驴人也到了 然后他们装甲就到位 你想这花了多少钱 然后今年又开始 这边增兵几十万 这边增兵几十万 什么K9 乱一八糟的 我觉得双方钢就打得了 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 我就真的很想敲敲墙 说你们打了吧 打完得了 打完就歇了 你们这么弄下去 劳民伤财 还不如打完之后 30年之后就别再打了 这一发管30年就得了 我们就睡了 困了 真的 打吧 打完得了 何必呢 真的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心态 有的人说打不了 我就觉得打不了 这样的话也没意思 还不如就干了 干完就得 干完睡觉 好吧 反正我个人的观点就这么意思 我看就要不就今年就得了 别再等明年了 花了这么多钱 这么多人力物力 打完了之后 明年也不如再增兵了 也不如在我那儿弄什么炮了 乱七八糟的 大家也都歇了 这一仗打完之后 30年边界我看也就都塔式了 都瓷式了 然后让牧民们出来 该撒羊放羊 该干嘛干嘛 就得了 行不行 所以我希望 双方考虑一下 就今年就直接干 干完得 干完睡觉 好吧 这期节目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